從11月24號起 1連5天的國際電影玩具展 即將在世貿易館登場 熱愛歐美電影的觀眾朋友可有福樂 在展覽當中將可以看到 1比1等比例的鋼鐵人服裝展示 還有星際大戰Q版戰士等知名電影人物出現 對 那我們這次其實主要除了玩具模型以外 我們想要做一個完善的一個產業鏈 那甚至包含了遊戲 甚至動畫 甚至影集 通通都有來開發 還有桌上遊戲等等 那我們全部最新消息會在這次活動中做曝光 我們這次活動會展出 我們這次當時毀滅世界最大師的探襲者 叫暴時 那基本上到時候會有它的塗裝品 大家可以做參考 那我們也會蒐集各位有興趣的人 我們會將你們的名單記錄下來 那我們在最新發布的時候 會跟你們通知就做第一手的消息的限量 跟異色版的發售 除此之外 主辦單位也打造多個主題區 其中包含民眾瘋玩的寶可夢區 展示多件公仔布偶以及各式各樣的怪獸 從第一代的皮卡丘到最新出版的馬力歐皮卡丘都有 讓民眾一次看足豐富的展品 主辦單位的是我好朋友 另外就是因為這次正好寶可夢有20週年 然後又有這段時間正好有新的電影上映 那因為我覺得正好寶可夢最近又造成很大的流行 趁這個機會把這個寶可夢分享給大家 像這個就是第一支皮卡丘 這就是全球第一支皮卡丘玩具 1997年 我還記得我還是在磁帶了上下City去跟他排隊 您熟悉的英雄聯盟 鋼鐵人 小小兵等等的知名電影角色 都將在展場中與您見面 同時搭配展覽期間規劃的COSER大幕集活動 只要扮成自己喜愛的角色就可以獲得小禮物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來展場逛逛搶好康 記者溫文君採訪報導